快車肉乾 來 宣傳一下好不好 乾爹啦 乾爹你有認識嗎 欸 乾啊 要比快車肉乾還比不太大 再低一點 再高一點 有沒有 快車肉乾 買賓士要找誰買喔 賓士很多啊 賓士我之前的好朋友在南港這邊的啊 不要他沒有給我錢 我不要幫他介紹 他沒有 沒有當乾爹 我不要幫他介紹 呵呵呵 其實跟誰買我覺得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這一行以來啊 我們最早最早的時候 我們新車 像我剛出道的時候 那時候如果你要擔任一個 二手車 汽車 二手車 二手車是這樣齁 這個行業是這樣 你一進二手車這個行業 你先從打雜開始 對不對 學習嘛 我們這個行業的那個叫什麼 層級是這樣分的 一開始就打雜 打雜 然後比如說 洗車美容打雜有沒有 然後慢慢的你可能要 轉成比如說這個 轉成這個賣車的 或者是 再來就賣車嘛 那或者是你就變成美容部的師傅嘛 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你就可能當 當業務賣車 那賣車之後呢 再上去你可能就要當採購 對不對 採購 資深採購 採購就是你可以 跑出去 你如果業務你就 要一直待在公司等客人來 好 要等客人來 那你如果出去當採購 你就要到外面跑 跑就是跑什麼 新車公司 各大新車公司營業所 然後去認識他們的 所長啊 業務啊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是陌生拜訪 你知道嗎 那時候看到新車公司 菜鳥的時候 名片帶著 就進去拜訪 啊有櫃檯嘛 啊那櫃檯 欸 你好歡迎光臨 你哪裡看 啊不好意思我是中古車 臉盲就變 有沒有 幹你不是要買車的 看喔 是喔 你中古車喔 因為而且他們本來齁 就會有 有固定再配合的 二手車行 所以大部分都不甩你比較多 所以就是要陌生拜訪 陌生拜訪 所以喔 到後來就知道什麼 去陌生拜訪要找菜 你要找菜鳥 菜鳥才會理你啊 老鳥不會理你啊 老鳥玩中古車 已經玩到這個 如火存青了 什麼叫玩中古車 你知道嗎 欸我這樣講幹 會不會被新車業務投放 所以我們對新車業務這個 行業啊 有一點點的了解 生態啊 生態有點了解 我發現喔 我建議大家就是說 我覺得 跟我們二手車一樣 以前我覺得買 現在現在現在有一點 本末倒置 我覺得新車公司應該要慢慢走向真正的服務業 我覺得以前齁 因為大家都愛比價 有沒有 像有一些那個什麼菜單網啊 我要買庫嘎新車可以便宜幾萬 然後就有人在上面說 喔哪一所啊 他成 他有簽單幾月幾號條件是什麼 便宜了幾萬 那大概一昧的都去找便宜的買 那我覺得這樣就會有一個比較不好的事情就是 你如果今天比單比價比到價錢最低的時候 你很容易遇到一件事情 我以前講齁 你去買 新車啊 先不要講你殺到底 業務送了你多少配備 不管 但是你交車的時候 第一件事是什麼你知道嗎 找加油站 這我體認很深 很多齁 你去買新車 線上如果有人去買過新車的觀眾朋友 你會發現齁 你在新車交車的時候 然後第一件事就是出去就是什麼 找加油站 我還遇過一個 遇過一個網友齁 他去交車 他說 欸沒有油油燈亮 啊業務就說 啊拍謝拍謝 因為齁 那個 真的已經算你最便宜了 我連幫你加油的錢都沒有 所以麻煩等一下交車齁 你先去加油站 我跟你講 加油站在 新車營業所 大概 200公尺而已 開不到 他一出營業所 一轉彎就熄火 沒有油 然後 然後業務啊 就叫了幾個裡面的業務 一起出來推車 推到加油站 這是真實的故事 齁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沒錢沒服務嘛 很簡單啊 沒錢沒服務啊 所以喔我覺得體認很深 所以我才會 我們公司 賣二手車 有一個一定要做的事情 我們交車給你油一定是滿的 除非 像上次我去高雄交車 齁 我們 我在台北加滿油 開下去 那可能會少一些 齁 因為我從台北開到高雄 除了這樣以外 開到外地以外 基本上 你只要來交車 我們的油都是滿的 我覺得應該要讓這個 這個 機制健全一點 真的要健全一點 要不然 大家都一昧殺到底齁 新車業務沒什麼 啊再來第二個就是 我覺得新車業務的流動 流動性很高 新車業務我常常在看齁 像我們認識一些業務朋友 比如說我在Suzuki認識他 然後 保持人家過沒多久 欸 打電話關心一下說 欸你最近賣的怎樣啊 他說啊沒有 我跟你講小事哥我現在換到這個 尼桑了 然後又過一陣子 欸好 尼桑是不是 那我過去 因為我們跑業務嘛 欸過去幫我介紹一下你的 同事 對不對 看能不能幫我介紹一些 case的 爆二手車給我們去估的 好我們去拜訪 拜訪完之後過沒多久 欸 小事哥我現在又到那個 HONDA了 啊反正就是齁 我覺得他們那個流動性很高 拍坦 可是我發現新車業務會這樣 他們也是想要一個level一個level的 往上爬嘛 他可能日系的國產車做完了 他可能要想要爬到德系的嘛 對不對 雙B嘛 剛剛講什麼 1A2B嘛 對不對 然後可能再往上爬 齁去賣更高階的 喔 Jaga Rover 呃什麼 齁 有的沒的 對不對 齁兵力 對不對 一直他們都想要往上爬 可是我最後發現齁 其實 這樣對買的人很不好 我覺得 你不會有什麼服務 而且我覺得最常講一件事 你跟我講服務啦 通常齁 我遇到很多都是什麼 司先生 不好意思啊你的那個強制險要到期了 我要幫你辦一下續保啊 什麼什麼 收續保 因為續保他們可以賺一點點的錢 齁可以賺一點點的錢 所以你客戶越多 他們就一直 他們會有續保可以收 啊 你不覺得感覺很差嗎 如果說 你今天你買一台車回來 一 業務到下次打給你是什麼 媽啊收續保 你不是很賭籃嗎 你會不會很賭籃 你至少有個客戶關懷啊 對不對 齁有沒有需要什麼幫忙 啊再來第二個 萬一你發生什麼狀況 假設 你車子拋錨 有有有 發生什麼狀況 你打電話給業務 業務如果告訴你說 很簡單嘛 他當初如果沒賺錢 賣你沒賺錢 他覺得你是很機車客人 他說 齁我跟你講齁 你直接聯絡我們保養廠 齁我們接待 齁你直接聯絡他就好 業務也不甩你啊 你懂我意思嗎 齁你發生碰撞了 啊怎麼辦 我跟人家撞到了 你打給業務 業務說齁 你直接打給保險公司就好 啊記得報案 報案完就打給保險公司 他也不甩你 你自己想辦法 齁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大家都會問說 那我買新車業務要找誰啊 很簡單你早做的久了就好了 真的啦很多啦 其實你根本就 享受不到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因果循環 本末導致 因為 這是互相影響 這不是賣方的錯 也不是買方的錯 是台灣目前的 車輛銷售環境造成現在的這個狀況 這沒有說齁 業務就一定是不對 客人一定是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說 你你早做的久的 至少說 他 鎖得住 我們講鎖得住 就是他待得住 他在這個這個公司 他待得住 坐得下去 坐得久 他可以累積很多的老顧客 欸 你不要看喔 即使TOYOTA好了 我順便講一個 國產車TOYOTA 那個坐得久的業務齁 你知道嗎 那個賣得好的業務 是要請助理的齁 他就自己花錢 請一個助理來 跟在他旁邊 幫他去收 收什麼 續保啦 幫他去跑一些資料啦 齁 幫他做客戶關懷 做客戶服務啊 有的還請到兩個 三個 都有 你懂我意思嗎 那個就是做成一個傳奇了 對不對 你 你的工作很好 你的那個業績很好 好到 每天電話接不完 你只負責一直簽單而已 那後面手續資料 都丟給助理去做 那我覺得這樣子很棒啊 代表什麼 他服務做得很好啊 所以他 他可以維持他自己的薪水以外 他也可以再請助理來 提供更好的服務 我覺得這種觀點就還不錯 不過其實我也一直很納悶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的新車公司 都要用業務來賣這種事情 我如果今天我是新車的經銷 我幹嘛請那麼多業務在那邊跑來跑去 我就 線上下單就好啦 就跟特斯拉一樣啊 媽 你 我跟你講 你全省啦 你要買小獅 假設我出了一個 小獅廠牌的車 有沒有 比如說 小獅 貨車 我出了一台 小獅的Mark 黑人 黑人的Mark在前面 我要賣這個車 你要買我的車 你全省要買 你就去網路下單就好 反正大家都 一樣下錢嘛 對不對 你只要電腦下單 選好你要的顏色 選好你要的配備 齁 你要交車的日期 什麼什麼 你點好 你點好就直接買就好啦 為什麼要請一堆業務在外面跑 既然都已經沒有辦法提供服務了 對不對 你既然沒有辦法提供服務了 你就乾脆大家都線上下單就好了 齁 然後欸 這個蔡先生 你的車到囉 可以到我們某某交車中心來牽車了 對不對 錢會資料 幫你過戶都跑好了 你就直接去交車了 就好 然後要 一定要 一定要開這麼大的營業所 養這麼多人 然後黑絲襪在那邊 齁 欸你好 你要喝什麼 什麼 因為現在消費者很聰明嘛 像我那個影片 去BMW回原廠 大家都會講嘛 媽的這些服務 哪個不是從 你保養的錢買車的錢來的 對不對 一定是嘛 大家都心知肚明 那因為我 我坦白說 因為我賣的是 二手車 所以我沒有辦法這樣做 我的東西是舊的 每一台車 就算一樣的年份 一樣的里程數 一樣的配備 一樣的顏色 他會有截然不一樣的車況 所以我沒有辦法讓人家線上下單 齁 我沒有辦法讓人家線上下單 但是我覺得 如果是新車公司 真的用這種方式 你要試乘 OK 我們都去租一個 簡單的店面 小店面 可能裡面放個兩台車 試乘車 你約好時間 你在線上約好時間 我們就有人在那邊 車準備好 讓你來 你來試乘 好 試乘完 啊不好意思 我想要買怎麼買 喔不好意思 我們那裡面有電腦 你自己去 按就好了 或是你回家上網站 你自己就可以按 我只負責讓你試車 這樣就好啦 對不對 反正我是一直覺得很納悶 可能有 裡面有我不知道的點 也許 對不對 人家大財團想的不一樣 有可能 那人家講說 欸那個 車評線上都叫人家問空車價 啊其實問空車價是這樣 很簡單 他跟你講空車價 他也 像我啊 我簡單講 我去買 218BMW 我跟100哥買的 有沒有 沒有啦 其實我跟100哥認識快20 我們認識快20年 我發現 因為我們自己賣東西賣久了 我們不喜歡出去跟人家殺價 好 那100哥講難聽一點 雖然認識20年 但白癡也知道 他們新車一定會有責讓 對不對 一定一定有的嘛 啊我就問一下 欸100哥你能做的狀況 齁 你多少錢 啊100哥講了個數字 我就OK 好就錢 他覺得他要賺我這麼多錢 那就給他賺 就很簡單 啊你不給他賺 哪來的 B&W帽子 哪來的 B&W衣服 哪來的 B&W水壺 對不對 你要給人家賺錢 隔熱紙我沒有研究欸 性價比我沒有 其實我坦白講 隔熱紙我們都貼最一般的 不是那種業務送最便宜的 稍微再高一點點 level 因為我覺得 隔熱紙水很深啦 所以 要研究很透徹 而且隔熱紙那種東西 對我來說 我不覺得影響有那麼大 但是其實隔熱紙貴的 真的是很有效 我可以跟大家講 但是 因為真的很貴 所以 要每個人對隔熱紙的 價值感受不一樣 這很主觀 好的隔熱紙是真的很有效 就是你 尤其是這種熱天 你一上車 那個溫差 真的是 讓你有感 好的隔熱紙貴的 那種頂級的 上面藍鑽上面鑽 但是真的很貴 那個有的 貼起來兩三萬以上 真的整車貼起來兩三萬以上 可是那真的是有用 然後 再一個 第二個就是晚上的那個 能見度也會很棒 那只是說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隔熱紙要貼到兩三萬以上 嘖 那 開不下去 奧迪車幾年後買CP值最高 我跟你講 奧迪的車超過三年CP值就高起來了 雪芙蘭 變形金剛 那個叫什麼卡瑪羅 妥善率會不會很髒 欸 比也也差 Pwavia3.5後劇頭中肉有有沒有修的價值 等便箱掛在一起處理 第一個看肉大肉小 第二個看你想要 還想要繼續開多久 你如果還想繼續開 再佔三年以上 你就先換了 變速箱掛在處理 他看你的里程數現在多少 因為Pwavia變速箱也沒那麼好掛 所以你要看一下你現在的里程數 還有你覺得你的變速箱 是不是快掛快掛 欸我 我你賣離手車的 阿我教你自售怎麼買 以前 像這種自售車買賣的經驗很簡單 齁 先簽一份契約 一定好 建議都在當天吧 把這件事處理完畢 不要拖 隔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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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你到二手車行 你可以先簽約付訂金 你能離開 對不對 欸過五天三天後交車沒問題 車行會幫你辦齁 不會跑掉 但是你現在是自售一對一 齁還有假鈔的問題 什麼的問題 那建議 看完車OK 約一天到監理站 簽訂契約付訂金 好然後在監理站就開始驗車過戶辦 保險轉移 保險轉移 強制錢轉移之後呢 到監理站辦 驗車辦過戶 齁 我建議你是現金領好 直接現場 監理站點完 寫好合約 幾年幾月幾號幾點幾分 已經交車完畢 再見掰掰 車先走 就這麼簡單 當天就把它完成 如果線上齁有一些 你們是在做服務業啊 或是有一點業務性質的 業績性質的工作 我覺得您可能要 可以比較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我 我一路以來的心路歷程 我之前齁 我有 我有提到過說 我剛出來賣車的時候 業績很不好 有沒有 學長都賣得很好啊 等等 我們就覺得是不適合 業務這個 這個 這個行業啊 然後就 我 我之後其實還有一些故事 就是說 其實我們買了 我後來去買了很多一些 有關於業務的書籍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你知道世界金是 賣車 金是世界紀錄的保持人 喬吉拉德 他是美國的一個新車業務 好像是賣車 現在是金是世界紀錄保持人 數量 有沒有 我們去買 買他的傳記回來看 然後買銷售心理學 有沒有 然後買一些什麼 剖析人性 什麼業務的什麼媽的必勝法則 買了一大堆那個書回來看 我告訴你 我剛剛看到最後 你知道那個很誇張 那個心理學很誇張 客戶如果兩手 這樣子 交叉 放著 代表客戶在想什麼 他如果這樣在摸耳朵 代表 燒鼻子 代表要想什麼 有沒有 或者是他眉毛 動了一下 這個客戶是在持反對意見 之類的 很多很多 甚至你到了一個會議室 連座位的分配 都有這個業務守則 真的很複雜 那看了很多這一類的書 其實到了 大約我35歲的時候 我發現那都是屁 真的不用去看那些 一點屁用都沒有 因為你會怎樣 想太多 當你面對一個 陌生的客戶 然後你開始 試圖著用你看過的那一些書籍 然後套用到這個人身上 你大 然後他講了什麼話 然後每一句 句句去 剖析 去剖析 喔他講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他這個動作是什麼意思 太累了 不用 不用 你只需要真誠的心 去跟他對談 有沒有 聖騰講的 以誠相待最好 你表現出自己 讓他知道 你表現出你想要幫他服務的心 讓他知道 甚至你做的每一個動作 說每一句話 都是為了要服務他 以前 那我覺得那是公司的 公司的風氣造成 以前在人家那邊上班的時候啊 然後你去接客人 然後學長啊 經理啊 主任就要後面 躲得遠遠的 看你接待客人 然後你跟他講了 十分鐘二十分鐘 然後客人說好 那我考慮看看 然後你跟客人再見 進去 主管就會跑來問 啊那個客人看什麼車 啊怎麼樣 啊為什麼沒買 啊有沒有嫌什麼 中間有沒有講什麼 然後你就變你的主管 就一直在 一直在定你 你知道嗎 齁一直在定你說 啊為什麼沒買 齁啊 然後大家在那邊開始 開會喔 齁戲會 招會戲會 然後探討 沒成交的原因是什麼 齁為什麼沒有成交 啊怎樣怎樣怎樣 啊你這樣講不對 你應該怎麼講 然後媽的 一直在討論 剛剛的那一個客人 那我覺得說 有那麼累嗎 有那麼複雜嗎 他搞不好就只是 不想買而已啊 他搞不好就是 只是經過進來晃一下而已啊 他沒有真的很想買啊 原因太多 也許他媽的 他只是進來借個廁所 假裝看一下車 然後造成你們一群人 在那邊討論一個case這樣 幹好累喔 弄那麼複雜幹嘛 你就是跟他 好好的 聊個天 齁來一場 愉快的相遇 對不對 啊愉快的相遇 聊完 欸OK 爽了 他就會回來跟你買 啊不爽了 他是貪小便宜的人 他就去跟別人買 就這麼單純而已啊 你想那麼多幹嘛 真的啦 而且以前我們會很容易受傷 為什麼我已經那麼認真的幫他解釋 那麼認真的接待他 他沒有跟我買 然後我們就會 很難過 覺得我是不是哪裡表現不好 我們是不是哪裡 然後就很自責 甚至我剛剛講的 客戶說好OK 我回去跟客人講一下 我回去跟老婆講一下 啊如果沒問題 我一定來跟你買 結果這個人出去以後 就再也沒有回來 然後我們就很受傷 不是說要回來 不是說 回去討論一下 討論完就要來跟我買嗎 怎麼都沒有消息 無聲無息 就這樣走了 就不回頭了 有沒有 很像我們感情被玩弄的感覺 每一次 跟客戶的接觸完 我們就有一種 我們的感情被人要玩弄的感覺 齁 所以會造成自己的 心理壓力會太大 然後自己也過得很不開心 然後自己就開始檢討自己說 是不是因為 我們 人有問題 或是我們的 談吐有問題 我們講話有什麼問題 然後 以至於我們的業績不好 客戶不給我們買 所以有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到最後 其實 不用想那麼多啦 齁 就是講一講 啊 大家可以 那他 有緣分他就會買 啊 沒有緣 你強求也沒有用 你一直洗 一直連紅帶片 逼他留了定金 我覺得有什麼異議 齁有什麼異議 欸上次有人貼給我說 那個什麼 最近是不是有那個 賓士告地堡的大燈呢 啊那個 有判決了 還在判是不是 還在判沒什麼啊 反正判出來就是 大家以後買不到副廠的燈 欸可是這 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種 他的那個判決的依據到底是什麼 那你照這樣講 外面在賣一些 手機殼沒有經過 Apple授掘也被告了 是這樣嗎 那所有的汽車配件不就都不用做 副廠零件不就都不用做 對不對 啊你也很奇怪 Savrolin 08 冷氣黃昏牌有救嗎 一定有救 真的啦 錢花去都有救 你看是冷排的問題 壓縮器不夠力的問題 SX4 Crossover 躲散率 變數箱要注意 Crossover那個變數箱要注意 啊如果不會看的話 你可能里程數不要買太高的 7X7好養嗎 還OK 可是比起馬3來講 比較難養 因為他的 我覺得他的 東西比較貴一點 不過我覺得 這是這樣啊 以前喔 台灣也是 曾經這樣走過來 其實一開始也沒有 以前他媽 下載東西 下載到不要不要的 以前CD要聽歌 都媽的Foxy 有沒有 媽一直下載 對不對 要看什麼片都有 要聽什麼歌都下載的到 對不對 然後燒成那媽CD放在車上 對不對 聽 聽得很爽 很多啦 我覺得現在 台灣智慧產安全 其實真的已經蠻 我覺得已經跟以前差很多了 Vios風箱貴嗎 不貴啊很便宜啊 工錢比較貴 工錢應該比零件貴 Livina這種車買來成家 想法很好啊 大家不要擔心啊 很多 我覺得二手車是這樣 其實就是都是車礦的問題 你只要 買到好的車礦 日製國產車 基本上都不會讓你花太多 太大的錢 所以你要當為人生的第一台車 你就是找日系的國產車 準沒錯 歐洲車跟日系車的底盤 開起來最大的差異是 我跟你講這個 太深奧了 大廠他講說媽 B&W什麼媽底盤很好 什麼歐洲車底盤很棒 日本車就是還好 我告訴你 一切 你真的開過一次就知道了 真的那個 沒有辦法用言語體會 你只要一開到 比如說你現在 你一直都開了 阿提斯好了 你看阿提斯開了十年 我現在給你一台 PASA或GOFF 你出去開一圈 你回來 你就知道 差在哪裡 真的差蠻多 整個結構 整個 遇到坑洞的表現 整個過坑洞時候的扎實感 高速時候的安全感 那個完全是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你要講得很深入 其實你歐洲車還有分阿 BMW的車 跟福士的車要插在哪 然後跟賓士的底盤要插在哪 甚至跟法系的車 底盤又插在哪裡 那個 真的是很細節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一切 一切的一切 你不知道 你去開一圈 你真的要去開 無需多說 真的 收了定型不交車會怎樣 會催告阿 如果簽合約的話 它上面其實會有催告條款說 如果你不來交車 我催告你幾次幾天內 你沒有來交車 我就可以 主張說 這個車不屬於你的 我們的契約不成立 然後錢 被我吃掉 那那個 定型化契約裡面也有這一點 簽的合約它不交給你 或是你不去簽 都一樣 對雙方都有一個強制力 時間到你就是要去簽 不然你的錢就是被吃 歐洲車開完不會想回去開日本車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我跟你講 我跟大家分享 我常常在講 我在店裡面 我常常如果要 帶我老婆出去買東西 比如說買個菜 去買個晚餐 或者去接我老婆 你們知道我最常開的是什麼車 i10 雖然說我一直說 我很討厭韓國車 可是我跟你講 主要是它的體型 跟它的直覺 那個車 我就發動 就出去了 然後到哪裡一個洞 就挺好 也不會擋到人家 也不會折到人家 然後快速的完成 我們要做的事情 然後 所以我是不會啦 我不會歐洲車開完 不會想開日本車 我覺得因為那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日本車歐洲車 我還是會開 好 大家晚安啦 好不好 開車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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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